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听我爷爷讲 刘虾子年幼的时候就被一个云游的老道士给收养带走了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直到刘虾子年近四十才又落叶归根回到了村子里 所以比较生烦 别说是我家 就连堂弟家刚开始和刘虾子也不是很熟络 刘虾子刚回到村子的时候 那时大家都还很穷 所以 堂弟家也没帮成他什么 全靠他自己用算卦的手艺才在村子里站稳了脚 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 堂弟家逢年过节就会去给他送上几斤鸡蛋或者炉果 有时堂弟家做些好吃的 炖鸡炖鱼或者吃炖饺子 也会让堂弟给他送去一晚 刘虾子家就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河边 那是一间阴暗逼色的小房子 屋里供奉着神像 整天燃照香火 烟雾缭绕的 小时候 我和堂弟放学后 经常会去他家里玩 他大概一个人太过孤寂 屋里冷清 所以格外喜欢小孩子 我们去了后 他就会很高兴地拿出些瓜果给我们吃 还给我们讲故事 讲的都是些神神鬼鬼的奇闻异事 多是他给人看卦石 碰到的离奇经历 当然也有他从旁处听来或者自己杜撰的真真假假 让人难以分辨 总是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小时候听刘虾子说的 这个故事要从当年来找刘虾子看事的一对夫妻说起 那是刘虾子刚回村没多久 还没什么名气 所以来找他算卦看事的人也不多 刘虾子当时生活窘迫 吃了上顿没下顿 整天愁眉不展 这天正在家里抽着汗烟发愁呢 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知道是来生意了 慌忙开门一看 见来的是两口子 男人微胖 脸大鼻小 而且鼻梁塌陷 鼻侧长着苛质 看起来相貌平平 而女人则要比男人还要胖 身材臃肿 脸大如斗 身上穿金带银 像是个富裕户 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得很 能填饱肚子就很不容易了 像这夫妻俩吃得油光满面 浑身肥胖的着实少见 这两人看起来面生 不是本村人 像是从外庄来的 看得出来走了很远的路 累得气喘吁吁 一见刘虾子就问 可是给人算命看事的先生 刘虾子点了点头 将他们请进了屋 又给他们倒了碗水 让他们消消渴 男人接过碗来一眼而尽 看起来确实是可坏了 喝完抹了抹嘴 拉住刘虾子的手 忽然就给跪下了 说道 大师 俺们是从外庄来的 走了四五十里路 才找到你这儿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 刘虾子盲将他扶起来 说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 男人坐在床檐上 脸上露出惶恐的神情 眼神中满是不安 缓缓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邪乎事讲了出来 原来男人是临险下家村人 家里条件好 不缺吃不缺穿 本来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但从前几天开始 他就老做梦 而且一直梦到一个老头 老头在梦里一直抓着他的手不放 甩都甩不开 抓得他生疼 又是拉又是拽的 嘴里还喊着什么 像是很着急的样子 刘虾子说 你这应该是鬼入梦 阴阳相隔 人鬼殊途 鬼通常情况是不能见人的 人身上有三把火 会让鬼无法靠近 只能等到深夜自丑时刻 人身上的火气削弱 鬼才能入梦与人相见 一般来讲 鬼死往生 轻易不会给人托梦 除非是心中有念想 还有恩仇未报 才会不坠轮回 入生人梦境 有恩报恩 有仇复仇 梦中的那个老头 你认不认得 跟他可有什么恩怨纠葛 刘虾子问道 男人却摇了摇头 说自己不认得那个老头 刘虾子发现男人说话的时候 脸上神色异常 眼神躲闪 似乎有些不自然的样子 刘虾子是干啥的 是给人项面算卦的 干他这一行最讲究察言观色 他断定男人说了假话 有所隐瞒 知道这是肯定不简单 其实他自打这两口子一进门 就看出他们不大对劲 男人脸上才薄宫塌险 本该是个一生穷困潦倒的命 女人看无关 也该一事贫苦 然他们却都穿金带银 家境富足 这显然不正常 男人蓝胎有志 说明他命里带偏财 能够家境富裕 显然也是跟这笔偏财有关 男人的偏财却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这种偏财不是命里该有的 是命中无法承受的 必会带来灾殃 俗话说福或相依便是如此 倘若得偏财之人 能够行善积德 累积福保 尚能化解灾恶 但若贪心不足 不修阴德 不积福祉 必将大祸临头 偏财足以改变了一个人的命数 可是命伯之人 一息之间家财万贯 这种非比寻常的际遇 往往与鬼神相关 比如借阴债 拜武通 齐阴财等 而男人所遭遇的事情 说不定便跟这笔偏财有关 刘霞子见男人不肯说实话 有些生气 便说道 你们来我这是被消灾解难的 我想要帮你们 便要知音识过 事情不明不白 我又怎么能随便插手呢 男人听后看了看女人 思思了一会儿 刚想要开口 这时女人却抢先说道 大师 依我看 我家男人他就是撞了邪了 那老头就是个邪碎 想要害我家男人 不然怎么会一直纠缠不休 要不这样 你就给我们画个符 做个法的了 把那老头给震住 让他不能再作祟 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刘霞子却摇了摇头 说道 那老头如果真想要害你家男人 抓的可就不是他的手 而是他的脖子了 事情没搞明白之前 我是不会出手的 你们啊 也别瞒着事 也甭糊弄我 将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不然最后遭灾的还是你们 而且我也不妨告诉你们 看你们的面相 不出三日就会大难临头 这节你们可不好躲 这句话把男人给吓坏了 没有再隐瞒 满脸惊慌地开了口 说那老头啊 他确实是认识 那老头是他死去多年的爹 男人接下来讲的话 着实让刘霞子吃了一惊 纵使他走南闯北多年 见多识广 但如此邪性是 他也是头一遭碰到 男人告诉刘霞子 他爹第一次在梦里出现的时候 握着他的手 告诉他说 你快把爹给挖出来吧 爹要被那东西给吃了 男人听得云山雾罩 也不知道他爹在说什么 于是就没管这事 只当做了个怪梦 没想到他爹第二天 在梦里又出现了 一条腿没了 是煮着根树枝 一瘸一拐来的 告诉他说 爹的腿被那东西给吃了 你快把爹给救出去吧 男人还是没当回事 结果没几天 他爹又在梦里出现了 这回是爬着来的 半个身子都没了 很难受的样子 他望着儿子 看着看着就哭了 说啊 你再不来 可就来不及了 此后 他爹又在梦里来了几次 一次比一次惨 一次比一次着急 最后一次 就生下个头了 那天夜里 他正在睡觉 三更半夜 隐隐约约听到有人 在他耳边说话 睁眼一看 借着朦胧的月光 他看到了 他爹的头正在他耳边 双目紧闭 蹊跷流血 木然地说着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要来不及了 他被吓得魂不附体 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才知道又做了噩梦 他被吓得精神恍惚 实在受不了了 这才找到了刘虾子 想要让他看看 是怎么个事 刘虾子听完 眉头紧簇 说道 你爹都这么说了 你就没去他坟前看看 男人赶忙说道 去过呀 自打我爹死后 我就隔三差五 去给我爹坟头 拔草天土 他那坟头好好的 你说 我总不能因为做了个梦 就把他老人家尸骨 给挖出来看看吧 再者说 挖了他老人家的坟 不也房子孙吗 影响风水呀 刘虾子听了一时眉之声 私存了一下 望着男人又问道 那你先前为啥 要隐瞒这些事呢 男人支支吾吾 半天没说出个葫芦话来 女人这时开口说道 嗨 还不是家丑不可外养 你看他爹死都死了 还作祟霍霍子孙 真是作孽 传出去不招人笑话吗 刘虾子并不相信 女人的这套说辞 他没有理会女人 对男人说道 你爹之所以会托梦 显然是坟地出了问题 你们的灾祸定然也是跟这有关 我得亲自去坟前看看 才能断定出了什么事 男人一听顿时变了脸色 女人也言辞回绝 刘虾子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请回吧 你们的事恕我无能为力 另寻高人吧 男人这下慌了神 私存了一会儿 才无奈答应下来 说那就麻烦大师了 男人所在的夏家庄 倒也不是很远 男人过了辆旅车 拉着刘虾子 走了两个时辰就到了 来到他爹坟前 刘虾子举目一望 关那坟头风水 顿时大吃一惊 脸上神情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你爹是被活埋的吧 男人听刘虾子这么一说 顿时脸色大变 支支吾吾说不住话来 这时女人开了口 大师 你可别瞎想 他爹是被活埋的不假 但可不是被逼的 而是他爹自愿的 男人这时也点了点头 终于将他爹的事情 合盘托出 原来当年他家是有名的贫困户 家里一穷二白 四地图强 他穷得连个媳妇都逃不上 他娘死得早 是他爹又当爹又当妈 把他抚养大 但他第一个种地的老汉 也没什么本事 整天就知道 脱离刨神 那个年代 地里种的粮食 不够浇公粮的 吃了上顿没下顿 能填饱肚子 就谢天谢地了 哪里还能落得下潜 老汉整天为儿子的婚事发愁 天天愁眉不展 一天正蹲家门口抽汗烟 来了个半死不活的老乞丐 乞丐浑身上下长满戒窗 臭不可闻 来到老汉门口说想要讨口水喝 老汉虽然穷 但心眼好 也不嫌弃乞丐 就把他带到了屋里 给他舀了碗水喝 见他饿得头昏眼花 又给他拿了半块干粮 老乞丐很感激 吃完了干粮也没急着走 两人就蹲家门口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闲聊 没想到这老乞丐身份不简单 竟然是个给人看风水的 就是因为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 遭了报应 沦落到如此地步 当他得知老汉天天为钱财发愁 为儿子的婚事 吃不下睡不着时 就劝慰老汉 让他看开点 人个有命 不要强求 却没想到老汉说 如果能让儿子娶上媳妇 过上好日子 哪怕拿自己的命来换 也值了 老乞丐叹了口气 就问他为了儿子 真能连命都不要 老汉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老乞丐欲言又止 过了许久才开口说算了 我不能害你 但老汉哪里愿意 就一直追问乞丐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帮到儿子 老乞丐最后就告诉他 后山有快地 风水很不一般 那里如果葬上仙人 子孙就会飞黄腾达 财源滚滚 但那块地却不能葬死人 只能埋活人 老汉相信乞丐的话 无怨无仇的 人家犯不着这样坑他 况且他还有恩于乞丐 老汉明白 自己往那里一埋 儿子以后就吃喝不愁了 也能娶上媳妇了 他毫不犹豫地 把这事告诉了儿子 让儿子给他准备后事 老汉被活葬在后山上没多久 男人果然就开始好运连连 财运滚滚 简直走路都能捡到金子 有了钱也就讨上了媳妇 日子也越过越好 男人讲完后又强调说道 我爹为了我好 是自愿被埋到这儿的 那你就没劝劝你爹 就真忍心把你爹给活埋了 刘夏子忍不住问道 哪能啊 男人辩解说道 我也劝过我爹 但我爹一心为我好 铁了心的要埋自己 我能有什么办法 刘夏子叹息 老汉是独知情 让人动容 甘愿以死成全儿子 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又问道 那难道老乞丐没有告诉过你 若干年后 要把你爹挖出来千分 男人低下头 喃喃小声说道 那老乞丐临走时是叮嘱过我 让我十年后 务必要将我爹尸身挖出来 另葬他处 但如果我爹不葬在这儿了 那我的财运不也就到头了吗 所以我财 所以你是故意没给你爹千分 你爹托梦给你 你不顾他死活 反而将他视为邪碎 想要找我驱赶他 刘夏子脸上少见的露出了怒容 还意图隐瞒 真是自作聪明 刘夏子见男人红着脸不支声 又接着说道 你可知 到了实现 不将你爹千分 会有什么后果 男人摇了摇头 说当年的老乞丐 并没有告诉他 不光你爹会尸骨不存 魂飞魄散 就连你也会招来大祸 性命不保 男人一听 顿时正主了 大惊失色 刘夏子告诉他 这里的风水确实不一般 处于四风之间 凹蛙之地 四风犹如四颗巨大獠牙 凶恶猙獰 蛙地如以张开的血盆大口 吞天失地 这种地形貌弱 滔铁之口 在风水上被称之为滔铁地 滔铁可吞万物 使尽世间一切 贪得无眼 但却也与皮修一样 适时八方之财 故其也被视为招财之凶手 若将仙人葬在滔铁地中 子孙后裔便会受到此地的风水弃运加持 财运横通 八方来财 然即便如此 这滔铁的却也并非风水浮地 而是让人谈之色变得大凶之地 皆是因为滔铁地中 只能埋活人 而不能葬死人 活人葬于滔铁地 阳首本未尽 魂魄不可离去往生 而人又已死 所葬之处 地气变化滔铁 使人阳首 阳首胜于几何 便可吞噬多久 待将阳首吞噬殆尽 便要吃葬者尸骨 吞葬者魂魄 之后寻血脉而密至亲 或及葬者子孙后裔 将他们一并吞吃 直指葬者断子绝孙 再无血脉传承 那乞丐当年是看出 你爹还有十年阳寿 可养滔铁十年 所以才会让你十年后 务必将你爹千分 哪知你竟如滔铁一般 贪得无厌 才会招赖灾祸 男人听得惊慨不已 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不仅祸及父亲 自己也有性命之忧 便苦苦哀求留下子救命 留下子本不想再管他 但念及着恐怕不是他爹想看到的 便叹了口气 让他赶紧将他爹的尸骨挖出来 领择地而葬 或许还来得及 男人急忙取来了工具 挖土掘粉 不大会儿 便挖出了一具博官 打开一看 见里面就剩下半颗残缺不全的头颅了 男人将棺材起了出来 留下子这时忽听到一阵悠悠的说话声 那声音断断吁吁 似乎衰弱至极 却又夹杂着些许欣慰 我儿终于来了 赶上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儿没事了 声音渐渐变小 最终消散于旷野之中 男人显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喊了声爹 抬头死顾 却是什么都没看到 我爹他 留下子忽然感到一阵心酸 你爹他 魂飞魄散了 原来老汉托梦的时候 一直在说的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说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在说他的儿子 他是担心自己魂飞魄散后 下一个死的便是儿子了 你爹的魂魄 早已被吃得残魄不全 前些十日托梦给你的时候 才会显得目然失智 只会说着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是因为他只记得你 只记得你身处于危险之中 你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你爹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是因为那一缕残魂 对你放心不下 现在你没事了 他自然也就撑不下去 魂飞魄散了 男人扶在棺上 哭得肝肠寸断 声嘶力竭地喊着爹 却再不会有人回应 留下子帮男人 把他爹葬在了山下 男人在他爹坟前常归不起 痛哭流涕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留下子长叹了一口气 让他以后好自为之 而后便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界终于就能帮演 收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优独立即捍 值得让你 渡